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 授阅部队的分裂式开始了 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的17个徒步方队 将在军乐团演奏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终 依次通过天安门 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最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 是人民解放军三军一战方队 现在走来的是国防大学方队 国防大学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 陆军院校方队 这一方队由石家庄陆军学院学员组成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成的海军院校方队 大远舰和国防大学 大迈舰趟 空军指挥学院组成的 空军院校方队 鹿军步兵第一方队 陆军步兵第二方队 这两个步兵方队 是由北京军区的两个集团军组成 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 海军水兵方队 海军陆战队方队 空军飞行员方队 由某空军飞行学院学员组成 空军散兵方队 白球N军医学院学员组成的 女兵方队 第三天 武警警衛方队 由武警北京总队的战事组成 武警特警方队 由北京陆军预备役某师组成的预备役方队 南民兵方队 这个方队全部由首都钢铁公司民兵组成 女民兵方队 她们全部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十七个徒步方队 已经通过天安门广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